今天我们要聊一聊印度这个国家 印度正在大力败人品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们可能都听说了 最近印度对中国手机厂商Vivo发动了一场突袭行动 抓走了四名员工 其中还有一名中国公民 印度当局声称要调查Vivo是否从事所谓的洗钱活动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印度针对中国企业了 前不久印度还没收了小米的48亿元人民币 这些中国企业都是在印度市场上打拼出来的 为印度创造了就业税收和消费 小米在印度市场上排名第三 而Vivo更是一举超越三星 夺得印度手机市场冠军 这些企业为什么会遭到印度的打压呢 其实这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印度的民族主义 印度的民族主义已经膨胀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程度 它让印度政府和民众对中国企业充满了敌意和偏见 印度甚至还怀疑中国企业资助了一些批评莫迪政府的新闻 这简直是疑神疑鬼 你们可能会问 印度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烈的民族主义呢 难道它已经成为了一个富裕强大的国家吗 其实不然 印度现在只是全球第五大经济体而已 它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 比如贫困污染基础设施等等 但是印度政客和精英们却认为自己已经可以和美国 欧洲中国等大国平起平坐了 他们觉得自己可以在全球地缘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 他们觉得自己可以重组供应链 让外国企业求着他们 这就是典型的卫富仙交 也是非常肤浅和短视的表现 印度这样做不仅损害了自己的经济利益 也失去了很多国际友人 比如加拿大就因为一起政治暗杀事件和印度闹得不可开交 而对于中国来说 印度更是毫无诚意和尊重 其实印度应该好好反思一下自己的行为 他应该清醒的认识到自己的实力和地位 并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而不是沉迷于民族主义的幻想 否则他只会让自己陷入更深的困境 并且给其他国家提供更多的竞争机会 谁能比印度更务实 更开放 更友好 谁就能从印度抢走更多投资 并且增强国力 造福百姓 吐槽完了印度的蛮横 接下来我们来聊聊 为什么国产手机厂商 还要坚持在印度市场发展呢 印度市场对他们有什么吸引力呢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印度市场的规模和潜力 印度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 拥有超过13亿的人口 其中超过6亿人使用智能手机 根据IDC的数据显示 印度高端智能手机市场占总市场的比例 从2019年的0.8%大幅攀升至 2023年上半年的6.1% 而在全球范围内 智能手机市场已经连续8个季度出现下滑 所以印度市场是微数不多的增长点之一 其次我们要看看国产手机厂商 在印度市场的表现和优势 根据Canales的数据统计 今年二季度 印度手机市场销量前五中四家 为中国手机品牌 微博二季度在印度手机市场的出货量 更是达到640万部 实现了逆势同比增长7%的成绩 市场份额高达18% 整体来看 四家中国手机品牌 二季度在印度拿下了55%的市场份额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国产手机厂商 凭借高性价比 快速创新 多样化产品等优势 在印度市场赢得了消费者的认可和喜爱 那么 既然国产手机厂商在印度市场 有着如此强劲的发展势头 为什么还会遇到那么多困难和挑战呢 这就涉及到了印度政府和社会 对中国企业的态度和政策 我们都知道 在过去几年里 中印两国之间发生了一些摩擦和冲突 导致两国关系紧张 这也反映在了经贸领域上 印度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来限制和打压中国企业 在印度的发展空间和利益空间 比如说 2020年6月 印度政府宣布禁止59款中国应用程序 在印度运营 其中包括抖音 微信 UC浏览器等知名应用 2020年7月 印度执法局以涉嫌洗钱调查为由 突击搜查了Vivo及其关联企业 48处经营地点 2020年9月 印度政府又宣布禁止118款中国应用程序 在印度运营 其中包括王者荣耀 微博 百度等知名应用 2021年2月 印度税务部门对华为在印多个办公场所 进行搜查 2021年6月 印度再发供应链管理新规 要求中国手机制造商的首席执行官 首席财务官 首席技术官 首席运营官等关键高管职位 必须由印度籍人士担任 且这些公司的供应商必须是印度本地企业的 这些措施无疑给国产手机厂商在印度市场的运营和发展 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风险 一方面 他们要面对税务调查 罚款 资产冻结等财务损失 另一方面 他们还要面对供应链中断 人财流失 市场份额下滑等经营困境 更严重的是 他们还可能面临牢狱之灾 就像最近被逮捕的Vivo员工那样 那么 面对这样的困境和挑战 国产手机厂商 还有没有继续在印度市场发展的必要和可能呢 答案是肯定的 因为印度市场仍然是一个巨大的增长机会 而国产手机厂商也不是没有应对策略和手段 比如说 国产手机厂商正在加大在印度市场的本地化投入 比如建立当地的生产线 研发中心 服务网点等 提高在印度市场的自主性和竞争力 国产手机厂商正在加强与印度当地的合作伙伴和利益相关者的沟通和交流 比如与当地的政府部门 媒体机构 社会团体等建立良好的关系 提高在印度市场的信任度和影响力 总之 我们希望国产手机厂商能够克服困难 抓住机会 在印度市场实现更好的发展 同时 我们也希望中印两国能够加强沟通和合作 在经贸领域实现互利共赢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见 我们下期视频